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由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 為你預備的健康資訊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應該如何開始幫嬰兒添加固體食物 母乳或嬰兒配方奶 可以滿足嬰兒從出生到6個月大的營養需要 不過從5、6個月大起 有一些嬰兒就可以進食固體食物 正確引導嬰兒進食固體食物 能夠幫助他們養成有益於一生的飲食習慣 並且能夠為他們的成長提供適當的營養 那麼我們如何才知道嬰兒是否已經準備好食固體食物呢? 當嬰兒能夠在有支撐的時候坐在那裡不下降 也能夠好好地控制頭和頸的轉動 而且能夠吞食物 而不是用舌頭推出食物 還有把手塞進嘴裡 也會通過張開嘴 或者向前傾來表現對食物的興趣 還會通過把身體向後移 或者把頭轉開來表現已經吃飽 以上的表現都說明了嬰兒已經準備好食固體食物了 有一些嬰兒在4至6個月大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吃肉類、水果和蔬菜 但是每個嬰兒的發展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的嬰兒能夠達到以上某一些或者所有的條件 你可以請教醫生 你是否可以開始餵他們食固體食物? 做家長的應該慢慢給嬰兒增加固體食物 每一頓先給嬰兒吃一種新的食物 連續餵幾天這種新的食物 等到3至5天之後再試另一種新的食物 如果嬰兒出現任何過敏性的反應 例如肚鵝、紅疹、嘔吐等等 就應該立即停止餵這種新的食物了 並且要告訴嬰兒的醫生 我們可以使用家有保護層的嬰兒專用匙羹 來保護嬰兒的牙肉 餵食物之前應該確保食物不是太熱 讓嬰兒決定自己進食的節奏 千萬不要催促他們 買預先做好的食物 對於繁忙的家人會很方便 但是自己在家裏做的食物 會更加便宜也更加新鮮 在家裏煮飯的時候 記得在添加調味料之前 為嬰兒留出一些食物 你的嬰兒應該學會 吃不同質地的食物 例如糊狀的、壓爛的、碎的、細片的食物 糊狀的嬰兒食物是用食物攪拌機 或者嬰兒食品燃墨器來做的 你可以試下從嬰兒墨片 和只含一種成份的嬰兒食品開始 當你的嬰兒習慣 進食這類成份單一的食物之後 可以混合其他經過嘗試的食物 例如肉類、蔬菜和水果 當你的嬰兒能夠遵食糊狀的食物之後 可以用叉把食物壓爛餵給嬰兒食 可以壓爛的食物包括麵條、米飯、豆、 煮軟的蔬菜和水果、煮熟的蛋黃、肉類和豆腐 當你的嬰兒能夠咀嚼和吞煙壓爛的食物之後 就可以試下餵牠們食用刀或食品加工器 切碎成為很小粒的食物 當牠們漸漸到了九至十個月大的時候 就可以食一些很細片質地軟熟的食物了 例如軟的水果、煮過的蔬菜 以及切短的麵條 等你的嬰兒到了一歲的時候 牠就應該能夠進食大部分家裡的食物了 當你為嬰兒準備食物的時候 不要加鹽、糖、油或豉油、蠔油和其他的調味品 另外你也應該確保嬰兒從肉類、豆類 以及豆腐當中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因為嬰兒沒辦法從肉汁和肉湯當中攝取足夠的蛋白質和鈣質的 在嬰兒四至六個月大的時候 可以為牠們食一些專門為嬰兒製造的麥片 例如含有額外鐵質的嬰兒米糊 每一茶匙的麥片 可以混合四至五茶匙的母乳或嬰兒配方奶 造成糊狀的食物為牠們食 開始的時候先餵母乳或嬰兒配方奶 食完之後接著餵一茶匙的麥片 然後逐漸增加麥片的份量 直到每日半杯大概四盎司 可以逐漸減少加入母乳或嬰兒配方奶的份量 慢慢提高麥片的濃度 開始的時候每次一茶匙 然後增加至每次一至兩湯匙 每日三至五次 當嬰兒到了六至八個月大 或更大的時候 就可以為牠們食碎肉 例如雞肉、豬肉、牛肉或火雞肉 在混合其他食物或食之前 用刀將肉細細切碎 並且切走脂肪和皮 你也可以買預先做好的 含有肉類的嬰兒食物 大概每次一至兩盎司 每日兩至三次 你也可以餵嬰兒食蔬菜 例如綠豆、碗豆、紅蘿蔔和番薯 但是就不好餵粟米 以蒸或烤熟的方法 而不是用水去煮熟蔬菜 就能夠保留蔬菜當中較多的維他命 用攪拌機或刀切碎蔬菜之前 應該去除外皮和種子 每次我們可以餵嬰兒一至兩茶匙蔬菜 每日兩至三次 我們也可以用湯匙 將蘋果或梨刮成果泥 或將香蕉壓成泥 餵給他們食 但是就不應該餵嬰兒食 浸在糖水裡的水果罐頭 嬰兒這時候 也可以飲用一些新鮮混合的 或消毒過的百分百醇果汁 但是應該將份量限制在每日4至6盎司 不要在嬰兒睡覺之前給他們飲果汁 嬰兒可以每次食一至兩茶匙的水果泥 每日兩至三次 不要在食正餐之前威嬰兒飲湯水 不要讓嬰兒食沒切過或很大塊的食物 以免窒息 也不要將麥片放在嬰兒的奶瓶裡給他們吃 不要為嬰兒自己咬過的食物 這樣是會導致細菌的傳播的 為嬰兒食東西的時候 應該幫他們在餐桌旁邊坐好 不要為嬰兒食得太多 當你將匙羹放近嘴邊的時候 它不抹大口 又或者套出為了進口裡的食物 還有將頭零開或將身體向後移 避開你餵它 這些表現都代表它已經感到飽了 我們就應該停止 餵完嬰兒之後 所有沒食完的食物都應該倒了它 因為在餵嬰兒的匙羹上面 黏了它的口水是會導致食物很快變質的 而沒吃過的在家裏製造的嬰兒食物放在冰箱裡儲存 不應該超過兩天 如果想將食物儲存久一點 可以用乾淨的茶匙 將嬰兒食物放在做冰塊的盒裡 再將冰塊盒放入保鮮袋裡裝好 然後放入急凍箱儲存 等嬰兒食物凍成冰塊之後 將這些食物冰塊倒出來 放在能夠反覆密封的保鮮袋當中儲存 在每個保鮮袋上面寫上日期 再將保鮮袋放入急凍箱 這樣這些食物就能夠儲存一個月了 為嬰兒吃這些食物之前一天 將凍成冰塊的嬰兒食物 從急凍箱拿出來解凍 不要放在室溫之下解凍 這樣是會導致細菌繁殖的 食物解凍之後用微波爐加熱 你也可以將食物放在碗裡蒸幾分鐘 但是就不應該將已經解凍的食物再次急凍了 經過幾個月之後 嬰兒每日飲用的母乳或嬰兒配方奶 不應該超過28至32盎司 每日食的碎肉、菊蜜糊、蔬菜泥和水果泥應該均衡 不過某些食物嬰兒應該避免的 例如蜂蜜、堅果、草莓、蛋白和海鮮 如果太早被嬰兒進食含有蜂蜜、堅果、花生醬、草莓、蛋白和海鮮的食物 可能會引起過敏性反應 應該讓嬰兒到了1至2歲大的時候再餵牠們吃這些食物 另外類似粟米、堅果、葡萄、櫻桃、蹄子乾、糖果和花生醬等等太細、太硬或太黏的食物 很容易洗到嬰兒窒息的 也不要讓牠們吃熱狗、泡菊或生的紅蘿蔔 而辣和油膩的食物,如快餐,都會引起嬰兒腸胃不適的 至於甘骨類的水果,如橙、所含的果酸能引發尿布疹 嬰兒一歲後才能吃甘骨類的水果 牛奶並不能提供嬰兒所需要的全部營養,例如鐵質 所以我們應該等嬰兒到了1歲以上 已經開始進食其他各種不同的食物 才幫牠們鑽飲全肢牛奶 WIC計劃 即是苦育營養計劃 特別為婦女、嬰兒和幼童制定的營養計劃 為符合資格的婦女 和嬰兒提供營養教育和營養食品 想要諮詢更多詳情 可以致電311 聯絡你家附近的WIC專員 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到了 多謝各位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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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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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